我们结婚30年了 钱一直都给他管 管得现在家里一分都不剩了 他不当家不知拆米油盐会 只会埋怨我乱花钱 一吵架他就自己去外地 他一走还把家里全部的积蓄都带走 这家不可能让他管 他根本就不懂怎么过日子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崔先生54岁来自哈尔滨农民 关女士54岁来自哈尔滨无业 有请关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结婚30年了 孙子都有了吧 孙子多大了 星期九岁 上小学 幸福不 幸福 幸福来我们这干啥 我这媳妇就是太好花钱 我以后我想当家 我挣的钱想搁到我这自己掌管 不想搁到他身上 多财权是吧 对 你有外心了吧 没有 你没外心你跟媳妇抢什么钱啊 我挣点钱都放到他那 放到他那 不都是放媳妇那吗 谁敢不放呢 放他那就是我俩一吵架的时候 他带着钱就走 回来的时候一分钱不剩 这玩意有点可怕啊 就挣多二都带走啊 都带走 家里边一分钱不剩 一分钱不剩 对 然后那你怎么活过来的大哥 我是农村挂工 在家打零工干活 什么情况呀 大姐 把钱全卷走 而且全花光 什么情况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呀 这不是说前几年 我哄外孙子嘛 我总在街里 跟孩子哄外孙子 连姑娘 我们就总在街里待着 然后他呢也是挣钱 在存的挣钱呢 也都交在我手里 交在我手里之后呢 我们就在街里呢 我们就在一起生活 跟姑娘在一起 孩子反正也不懂太富裕 新买的楼 房贷啥的 这么我就把这钱嘛 也用在孩子这身上了 过了二年 孩子上学了 不用我管了 我们就回来 我们俩一起生活 反正他挣的钱呢 始终是放在我这嘎的 我俩一有啥事 然后翻个小长什么 我花他钱了 怎么怎么的了 完了我俩就吵架 用这钱吵架 吵架完了 我就这么 我就跟他俩生气了 他说你这败家子 我俩就吵架 我说干啥败家了 我说我这钱 不都用在家里 我怎么就败家了 完了这么 我就一去家 完了就吵架 吵架我就走了 听明白了 是从这两年开始 不用再带孙子了 夫妻两个人 生活在一起了 你说人家是败家子 大姐一气之下 卷款逃跑 拿走了 带了多少钱走 去哪儿了 去了我姐姐家 去了大连 带了多久 带了将近一个月吧 带了多少钱去的 我那时候 他挣的一工资 在我手里是四千多块钱 我拿着四千块钱 我就走了 我说我出外干活去 我不在家 跟哪个家生气了 这么我就出外干活去 出外干活去了 我到那家 我跟他生气了 反正就在那大连 那家就有毛病了 我姐说你这样 你还能干活吗 先看病吧 病好了 咱们再干活吧 这么我姐姐就 领我去看病去了 住了几天院 完了这钱就都花了 花了之后钱不够了 我姐姐又给我 垫付了一千多块钱 将近两千块钱 这么的 完了跟他住完院了 我姐姐说的 你这样事能行吗 我说的没事 我找活吧 完了我家孩子 就联系他二姨了 二姨你让我妈妈回来吧 我爸自己在家也不行 这么的我就回来了 我带看病灯 我来带过来 担病了